原来成龙说的都是真的 我们却以为他在吹牛 我全世界不管你 你只要你点一个地方 我马上叫人家照顾你 当年在拍摄《功夫瑜伽》时 因为取景地形的迪拜 导演堂基里色先响后 决定在这里设计一场跑车追逐戏 来展示迪拜的豪气 可来到迪拜后才发现 虽然这里满大街都是豪车 但没有一辆是剧组赶租的车 除了租金贼贵以外 更因为跑车一旦损坏 车行根本不接受秀礼 而是要求原价赔偿 这可怕导演愁得不行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 转头就看到一房正在尬舞的成龙大哥 然后就找到大哥哭诉了一份 想知道他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没想到成龙反手就是一局 导演你看我这张脸长得像豪车吧 唐基里还以为他在开玩笑 结果等他一转头 就看到一个头顶着一块布 身穿白袍的男人向他走来 这个人走过来 直接递给成龙大哥一个箱子 导演打开一看 因为竟然整整齐齐地 摆放着70台豪车的钥匙 而这个人正是成龙的超级粉丝 迪拜王储哈曼丹 唐基里看到这一幕吓坏了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结果对方拍来拍他的肩膀说 使劲不要车使劲盼 壮话呢也不用赔 我还给你们把所有车都备份了一台 结果打开箱子的第二层 又整整齐齐地摆放着70台豪车的钥匙 这样一算 上上下下可是整整140台车 总价值甚至超过4个亿 更让导演惊掉下巴的是 其中还有一辆超跑中的超跑 Devil 16 这辆车是迪拜Devil公司 专门为哈曼丹打造的一辆车 而这辆车也只借给过成龙 这就是成龙的面子 如果没有成龙 我们就看不到《功夫瑜伽》了 其实《功夫瑜伽》这部电影的拍摄计划 源于2013年 成龙催国家广电总局出访印度 印方代表看到巨星成龙十分激动 于是凑上前问大哥 有没有兴趣拍摄一部带有歌舞元素的电影 成龙本没有这个想法 于是客气地说 有好剧本当然可以拍了 没想到这简单的一句话 让对方颇为上心 所以在2015年中印电影交流会上 定下了这部《功夫瑜伽》 电影组投资预算在4.2亿人民币左右 光是在北京 迪拜 印度 冰岛等地取景 就花了不少钱 这样的投资在当年来讲 绝对算大片中的大片了 毕竟成龙在80年代以后 就没拍过小成本的电影 他一部电影的成本 比人家电影的总票房还多 投资方心里就打鼓啊 这里花多少钱才能拍完呢 成龙的后援会在得知资金问题后 直接吐毫了一把 其中就包括最炫富的迪拜王室 大手一挥 无偿借出7辆闪瞎眼的98k黄金车 而这样的一辆豪车 每百公里就会磨损50克黄金 只有甚至连皇室亲王 唯一一款水路双漆车也顺便借给了他 而迪拜政府为了配合剧组拍摄 二话不说 就将迪拜塔的LED屏幕 都提供给剧组拍摄中国新年的镜头 甚至还特地举办了城市灯光秀 为了就是营造出中国春节的气氛 正是因为迪拜王室的疯狂可亲 才有了电影中接连不断的名场面 也正是因为影片的核心是成龙 才首次以功夫电影的形式 搭建起了中印文化交流的桥梁 你肯定不会相信 功夫瑜伽这部电影 其实是神话的现代版续集 虽然剧情上没有必然联系 但你细看就不难发现 电影中有很多神话的影子 首先两部电影男主的名字都叫Jack 职业也都是考古学家 只是地点和故事改变了 其次就是Jack的工作室中 挂着一幅古装女性的画像 看过电影都知道 这个女人就是神话中的玉书公主 漂亮的印度女博士转身后 成龙的眼睛都直了 其实这里不仅是因为女博士长得漂亮 而是同一个Jack 想到了神话中 救下自己的印度少女 莎曼莎 然后就是黄金庙的那场戏 成龙阻止了挖金兽眼睛的印度人 这让Jack想到了神话里 挖下石像上龙珠触发机关后 被水银淹没致死的威廉 而李志廷饰演的琼斯 就是成龙好朋友的儿子 父亲很早就去世了 琼斯也称自己的父亲是考古学家 而不是盗墓贼 完美对应了神话中威廉的人设 所以他很有可能是威廉的儿子 而更为直接的 就是功夫瑜伽的最后 承接了神话的主题曲 更为巧合的是 神话和功夫瑜伽两部电影 都是在今年上映 中间相差了12年 宛如一个轮回